吴副總統首戰來到埔里金龍宮參拜 林縣長 吴副總統與廟方人員 共同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與順 吴副總統好奇聽取金龍宮的見廟運援 而廟方則提出廟方合法化的禁言 吴副總統說明 一切人需依法令規定辦理 林縣長則表示 縣府將協助了解現況與需求 協助廟方依法定程序提出相關申請 隨後吴副總統與林縣長 前往位於埔里桃米里的三毛屋 家園及歐蜂民宿莊園 受到大批民眾熱情款待 現場以輕鬆的座談 分享桃米的風土民情 社區營造 品嘗優質的在地農產品 並與近南大學校長蘇玉龍 暢談高等人才培育 大學結合地方發展的教育理念 縣長林明珍表示 吴副總統這次回到南投 到寺廟參拜 並關心地方建設 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了解 當地的建設情形 是否需要中央的協助 而縣府方面 如果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吴副總統也都會全地相挺 今天本管局的五副總統 今天下的南投官 來一些我們四廟拜拜 還關心我們一些地方的建設 他可以處處都在關心我們南投官 有在進步嗎 有需要到三天的地方嗎 所以他問到一個地方 就要了解地方發展的情形 是不是需要中央幫忙幫忙 所以他對一個地方 這麼認識 因為我們南投官 整個未來發展 這麼關心 可以以後營就回來看看 我看政府後 需要他到合作 我都會親自給他報告 讓他了解 對中央這方面來幫他合作 所以我們在推動建設 推動這個 這個 不會地方需要的 這個中央的工作 我們五副總統 可以說 真正幫我們幫忙 今天 另外 來來地方 還有水 還要繼續了解 我們地方的一些發展 要 中央 怎麼自己 中央 到三天的一些問題 我們五副總統 都一直 都在垂涎 在了解 很感謝他 對我們地方的關心 結束埔里的行程 國副總統及林縣長 到了草屯鎮 草青宮 並與現議員李周中 簡景賢 簡赤聖 黃文鈞 及草屯鎮長 黃國昊 共同上香為國家人民祈福 國副總統稱讚草屯鎮 這幾年來的進步 與發展 永遠共睹 成為鄉鎮發展的典範 好 OK 好